给女人提个醒,你越大方就会越不值钱 爱会改变一个人,再小气的女人爱上一个男人之后也会变得大方 女人可能曾经小气到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即使遇到喜欢的东西都舍不得买 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可当女人爱上一个男人之后,即使身上再没钱也舍得给男人买任何东西 当男人要是喜欢上一样东西的时候,女人即使自己兜里没钱也会去借钱,甚至会投资给男人买 而对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女人天真的以为只要对男人够大方 满足男人的各种需求,讨得男人的开心,男人就一定会更爱自己 可离女人没有想到的是,女人的大方并没有换来男人的珍惜和疼爱 反倒是让男人不当回事,所以在感情里并不是女人越大方 男人就会越疼爱越珍惜,相反女人越是太大方 就会让自己变得越廉价,越不值钱,越容易得不到男人的珍惜 甚至被男人利用了,上了男人的当 不得不给女人提个醒,你越大方就越不值钱 即使再爱一个男人,你的大方也应该是可儿子 在金钱方面不能对男人太大方 很多女人爱上男人之后,就变成了男人的小金库 就变成了男人的提款机,愿意把自己的钱全部给男人花 即使男人不主动要,他也会主动给,想用金钱拴住男人的心 女人觉得只要在金钱上满足了男人,男人就一定会很爱他,离不开他 可女人错了,金钱能留住男人的人,但绝留不住男人的心 男人要是因为爱上了他的钱而选择和他在一起 那么不再可能爱上他的人,只会把他当成摇钱树而已 女人在金钱方面越大方,越不介意把钱给男人花 想用钱养着男人,男人就越容易变了心 和你的感情变了味道 即使刚开始爱上的是你的人 可花女人钱花得很满足的时候,就会越来越贪婪女人的钱 所以当女人想用金钱留住男人心的时候 自己就不值钱了,让男人爱上了自己的钱 而根本没有让男人爱上自己的人 尤其是当女人为了满足男人对物质的需求 而牺牲自己的时候 比如自己去到处借,自己去透资 那么就会更不值钱,男人根本不会珍惜 在付出方面不能对男人太大方 爱上一个人主动为他付出并没有错 但付出也要适可而止,而不是没有止尽 而且付出是双方面的 既然两个人相爱,那么两个人都应该付出 而不是单方面的付出 可有的洒女人爱上一个男人之后 不管男人对不对自己付出 自己都心甘情愿为男人付出一切 甚至用十分的力量去爱男人 而不留一分爱自己 女人洒洒的以为只要自己足够的爱男人 男人就会更爱自己 就更会把自己当回事 可事实当女人毫无保留为男人付出 用尽全部去爱男人的时候 男人并不会珍惜 可以这么说,女人付出的越多就会越卑微 就会越廉价,所以女人即使再爱一个男人 也要留三分爱自己 只有这样才不会爱的那么卑微 爱的那么廉价 在男人犯错时不能对他太大方 女人越是爱一个男人 就越对他宽容,愿意包容他的一切 哪怕是他犯错误的时候 哪怕是他的错误 当男人犯错误的时候 爱会让女人不去计较 而是很容易原谅了他 女人以为自己的大度一定能换来男人的感恩和珍惜 可女人又错了,你的大度就是对他的重容 你越轻而易举地原谅他 他就会越不真心你 还会继续犯错误 女人的过分大度只会让女人得到越来越多的伤害 男人不仅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而且会更加践踏女人的爱 不得不说在男人犯错的时候 女人大方总会让自己不知谦 总结,大方没有错 但一定要有尺度 而不能过分大方 大方也一定要针对事 不能事事都大方 该大方的时候要大方 该小气的时候一定要小气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更好的珍惜和在乎 所以女人再怎么爱一个男人 也会留一点爱自己 而不要把全部的爱都给他 你的过分大方就是在给自己断后路 让自己踏上越来越不幸福的道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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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